哈喽大家好我是洛洛 欢迎收看极限生存第十八集 一天就继续把旧物换演解决了 没问题 神神树种哪好呢 好像种的上面也不是很好啊 种大海里也不太好吧 要不就直接种牛圈得了 闪开闪开 我就这么损失了一头牛 神神树啊 你保佑我的牛圈快点爆棚吧 哇 长出来了 火山就来了 带上神圣果实 捏眼断剑和诗人之眼 我们来到了火山 我要开始召唤了哦 我哥在干啥呢 还在那发呆呢 我也搞偷袭 吓死他 去 去打他吧 你跟我哥是兄弟吧 你放着他不打你打我干好 你这兄弟对你也不咋样嘛 三娘下去把你干翻了 哎 五哥又在发呆 不管你了 我先走了 哎 他已经来了 哇塞 好多年也信任给他回血啊 不过也没啥用 你看 他把远古巨人给召唤出来了 不打了 走走走 这是已经开打了吗 外山我啥都看不到 好家伙 这又隐身了呀 就很棒 就很牛 就很不讲武德 你看我这上面远古巨人的血条 还是满的呢 我也就只能打打这些年轻人了 不过带着方向还是知道的 哎呀 完蛋 我的麒麟死了 哎 我也快死了 哎 完了又给完了 哎呀 不是啊 啥意思啊 打完了啊 好家伙 我真的没翻译过来 新冠子 你让我来咋 不然我都不知道我到底干了些啥 这个东西还是给哥哥吧 他穷的娘传送卷轴都没有 重新进来一下房间 终于远古巨人的血条没了 哎 这些鸡怎么出来了 你干了啥 里面太多村民了 所以你为了放村民出来 顺便把鸡也放了 哎呀 你个汉户 咱家有鞭奶枪的 你是不是忘记了 不管了 我要继续养流 几大boss就只差三龙了 这里光秃秃的爆看 栽在一棵树呗 就栽在这个中间 桃花树就挺好的 花瓣飘下来特别漂亮 据说动物在滑解优美的饥荒 会繁殖的特别快 我都已经这么用心了 你们再不快点长大 对得起我吗 就是饲料消耗的太快了 有点养不起了动物 先刷个青瓜 玩犊子了 青瓜没了 完蛋 只有三个了 只有三个了 我知道在哪里有 我知道在哪里有 对哦 这个箱子里有 我都忘记了 怎么样 我记性好吧 乐乐 对对对对 对我做过什么事 我都记得清清楚足够 你这话说的 我对你干啥的呀 我啥都没干 我到现在没捡到 掉哪里了这是 到最后我也没有找到 就这么神秘的失踪了 好在别的柜子里还有一些 再用肥料催熟一些 总算是够了 哎 差点就绝肿了呀 哇 果然环境对生物 都有很大的影响啊 都这么多牛了 杀一波了 这位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 拜拜